Hello 大家好 很高興又來到CC的Channel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個人經驗 最近我在超市時 晚上十點多 有空去買菜 晚然回首一看 我看周圍旁邊的人 很多都是俄羅斯或是Ukrainian 很有趣 我們最近帶人去看樓盤 我自己本人也有帶人帶樓盤 給客人的租盤 給外來人看樓盤 竟然很多的租客都是俄羅斯人 我以為他們是Ukrainian 因為我自己不太懂得看 誰知道當他們apply的時候 全部都是俄羅斯人 很有趣 很多外來人士都認為 葡萄牙是一個好的安樂土地搬來這裏 尤其是這兩個國家 大家在打掌的國家 都想找一個安樂土地 最近這個新聞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葡萄牙移民局的公布在今年2月的時候 已經將所有10名俄羅斯公民的黃金簽證的申請拒絕了 據報道 葡萄牙當局做出了這個決定 對於俄羅斯公民實施禁令後 為後者入侵烏克蘭的反應 因為3月的時候 在烏克蘭戰爭 他們計劃暫停所有俄羅斯公民對黃金簽證的申請 由2月到8月初 他們已經拒絕了10份申請表格 由俄羅斯來來葡萄牙申請黃金簽證的人士已經拒絕了 自己眼見 本人就看到這班外來人士 過來在葡萄牙生活的人 他們都有工作的 據說是在網上網工作 都有正當收入 全部都是可以眼見 不知道他們到底收入多少 大部份都是中產 而不是我們傳統的難民 有錢的有學識的 但是這麼多外來人士來這個國家 究竟對於這個國家的氛圍會有什麼改變呢 其實我也可以參照以前我們在英國 很多波蘭人過來英國工作 他們通常都是做低收入人工 很多波蘭店舖 州處都不停演變 很多超市 波蘭人開的超市 這個國家波蘭人通常都是很勤力 靜的人 我也見過不少在學校 或者其他社會設定 禮貌的 他們也是很勤奮工作的 也非常喜歡存錢的人士 所以真的看到這樣的情況 跟大家分享一下 SEF 即是葡萄牙的移民局 表示俄羅斯公民申請黃金簽證 生效以來為了葡萄牙 帶來2.778億歐元 這個數字真的不少 據說這個機構宣佈了 授與烏克蘭公民的黃金簽證 是計算3,250萬歐元 所想而知分別很大 即是很多倍的 據說在6月由這種投資計劃 黃金簽證比5月多了70% 2021年登記數字高了兩倍多 可以想而知在這些國家來的 阿菲克蘭是多了很多很多 尤其是烏克蘭的 但這個新聞沒有說明 這些人士是否全都是烏克蘭來的 當然打仗大家都不想 發生了一個恐慌 都要搬離他們自己的國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你們喜歡我們分享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請不妨給你們的意見 給個留言 給個like 好 下次見